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外交部昨天又再亮劍 分別宣佈了要制裁三家來自美國的軍工企業 和反制六家美國媒體的駐華分社 到底這兩項震撼的措施 帶來了什麼實際影響 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講一下中國制裁三家美國軍工企業 哪三家被制裁呢 分別有洛傑馬丁 波音國防系統和雷神公司 首先在三家被制裁的美國軍火商 有些原來已經被制裁過 換言之就是翻炎 這個情況跟之前 大陸說要制裁美國官員 有些名字重複的情況 差不多 在今年七月中的時候 同一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主持例行記者會的時候 已經曾經說過 要制裁這個軍火商 洛傑馬丁 同一家軍火商 當時趙立堅說 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中方決定要採取必要取私 對於 當時那一次對台軍售案的主要承包商 洛傑馬丁公司實施制裁 在三個月以後 來到十月中 又再制裁 其實要制裁多少次才夠呢 在上次宣布制裁措施的時候 其實事後又沒有一些很具體的措施出台 到底從哪方面來制裁呢 事關 美國的軍火商 其實根本上跟大陸方面 沒有任何的軍事交易 因為美國軍工聯合體 在幾十年前已經禁止了對華銷售武器 所以就算現在他們是賣 都是賣給台灣方面 而且就算他對台售武的份額 都不算是很多 佔他們的銷售利益 所以你說 大陸方面要制裁這些美國軍火商 到底會為他們帶來什麼 實際的損失呢 暫時來說就未曾見得到 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有一家被制裁的 就叫做波音防務 聽起來就很厲害了 波音 那些藍絲馬上就很著弱 問題就是波音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他核下又有商用飛機 又有軍用的飛機 這次被制裁這一家 就叫做波音防務公司 專門製作軍機 我們又看看 到底這一家的波音防務 他們的軍事銷售額 對於整家公司來說 佔比是多少呢 原來只是佔 23% 就算被制裁了 不買 都是23% 但是根本上你都沒有份買的 那制裁什麼呢 人家都沒有買給你 所以 其實對於波音來說 有沒有很重大的影響 可能在原材料方面 會有影響 因為大陸的環球時報曾經說過 可以切斷這些美國軍工業的稀土供應 但是稀土而已 不只有你有 日本也有 美國本土也有 人家不開睬 所以你說 對他們會不會構成一個很致命的影響 暫時就未見到有 好了 至於雷神公司又怎樣 原來香港現在所採用的那套空管系統 正正就是雷神公司的AT3空管系統 好了 現在大陸說要兩劍 制裁雷神公司 到底香港還用好不用好呢 民航署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就這樣說 說 航管系統的採購工作 嚴格遵守政府制定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民航署會繼續跟供應商密切保持溝通 即是不知可否 即是繼續用 所以你說 有什麼實際大的影響 暫時來說 真是未見到有字 如果遲些大陸又有一些 具體的制裁措施出台 又另作別論 好了 至於大陸 又說要反制六家美國媒體的駐華分社 那在哪六家媒體呢 分別有美國廣播公司 即是ABC 洛杉磯時報 明尼蘇達公共電台 美國國家事務出版公司 新聞周刊 和美國專題新聞社 實情大陸這次的反制措施 就是為了回應美國國務院在教組之前 將六家的大陸媒體列作為外交市團 那是哪六家呢 分別有一財全球 解放日報 新聞晚報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周報 和經濟日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說 並不是 要針對這些機構在美國所發佈的任何內容設置限制 只是想確保得到 美國民眾是可以分辨自由媒體的報導 和中共的文宣 就是言下之意 美國認為這六家媒體根本背後是官方操控的 不是一些 完全自由的民辦媒體 大陸外交部方面 其實就沒有就這些指控 來作出任何辯解 沒有提供證據說這些是民辦的 不是官辦的 他沒有說這些 只是說 這些措施是美方的無理打壓 又或者是基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的偏見 嚴重損害中國媒體的聲譽和形象等等 實情如果你真的是官方所控制的媒體的時候 可能真的不符合別人的規定 現在大陸說要採取反制措施 實情 反制的條件又是什麼呢 他其實都沒有很清楚的說 純粹就好像別人 制裁了你六家媒體 你就反制了別人六家媒體 唯一在數字上就是對等 你說至於在標準上 是不是對等 其實肯定不是 因為那個 美國廣播公司也好 洛杉磯時報也好 這些怎麼會是美國政府所操控的媒體 你一看就知道不是 新聞周刊這些全部都民辦 所以大陸政府對於美國媒體駐華分社的反制措施 除了在媒體的數字上是對等之外 其實都不知道他那個篩選的基準是怎樣 真的沒有人知道 最後就講一件 幾無厘頭的 大陸有一個 我叫做網紅 專門是煮東西的 叫做王剛 其實他在YouTube也有一個channel 叫做美食作家王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是大陸人 照計他做的都是專門煮東西的 沒什麼特別 誰不知就被大陸的小粉紅 說他的蛋炒飯是 肉華 從何說起 原來他在10月24日的時候 就上傳了一條短片 專門教人煮這個蛋炒飯 但是恰好10月24日 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 毛澤東主席的兒子毛岸英的生技 而毛岸英在韓戰期間 就不聽從上級的命令 走進防空洞那裡避難 而且還選擇遺紀 和殖班的人 在司令部作戰室 拿 朝鮮政府所贈送的雞蛋 生火 做蛋炒飯 而那些炊煙就被美軍發現 於是美軍就向司令部作戰室 投擲汽油彈 毛岸英就未能及時逃出 當場瓜柴 年僅28歲 有一班好事的小粉紅看到黃剛煮蛋炒飯以後 馬上就說他是肉華 又說他污辱了這些革命先烈 如何如何 總之全部我認為是沒有邏輯的穿鑿 首先來講 大陸的官方到底有沒有承認過 毛岸英煮蛋炒飯而導致瓜柴這個歷史故事 還是這個純粹是民間流傳的一個說法 若然是後者的話 根本上黃剛現在說要煮蛋炒飯 跟官方的說法就沒有抵觸 第二件事 就算這個民間的說法是屬實也好 那時候黃剛在毛岸英的生技煮蛋炒飯 你也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說黃剛 他是想藉著這個機會去警醒後世 千萬不要在一些不適當的場合做一些不適當的事 這樣也可以 所謂半杯水的理論 就視乎你那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有什麼可能也說人家是辱華 除非他有這方面的傾向 他又沒有 所以 這件事就已經反映得到 所以在這些角度 哪有一個完整的創作空間才行 那時候還要不是官方走出來說他辱華 你剛好黃剛去做蛋炒飯 而這個蛋炒飯就中了那個關鍵字 所以說他辱華 連這些人畜無害的飲食節目 都可以搞出一個牽然大波出來 更何況其他的文藝片集 哪有完整的創作空間給你才行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